在这以前当兵过的朋友 最怕的是抽到什么 抽到金马奖 因为你一抽到金马奖之后 你回来可能一去 就是两年才能回到台湾本岛 但是现在居然要宣布 最恐怖的外岛的大胆岛跟二胆岛 要开放观光了 欢迎资深媒体人谢嘉玲 立刚好 观众好 还有资深媒体人谢国安 立刚好 大家好 开放观光 但是在这以前外岛的岁月 大家最害怕的就是 我们昨天提到的水鬼 可是要抓水鬼 抓到你会有功 但是死得最多的 居然是许多阿兵哥 被自己的枪子弹给打死 是 立刚你讲到水鬼 你就可以想到民国三四十年 那个时候两岸关系 是很紧张的 对不对 但是我们先来看一下 金非喜比 看起来真的是反差很强烈 为什么 国防部说大胆二胆 他打算在三年内撤军 所以到时候要把这两个地方 交给金门县政府发展观光事业 此一时 彼一时 此一时 彼一时 好 那大胆二胆 当初在你口中这样讲起来 它是一个什么 前线中的前线 离岛中的离岛 它距离小金门六千公尺 就相当于六公里左右 而且它二守着厦门港的两个恶口 所以你就知道它战略地位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两个拳头守护着金门 另外守护着台湾 所以当然一个重要的战略位置 在当时 以及我们所谓的金门大兵 还有所谓的大陆水鬼 这个捉队尸杀之中 就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了 那么立冈你刚刚讲到一个 就是令人比较遗憾的 就是明明是两组敌人的捉队尸杀 怎么最后却有死的是当地的居民呢 看到你现在画面中 这就是大胆对不对 大胆岛上面就写着一行字 叫做岛孤人不孤 你错了 在当时那个年代呢 却有很多孤魂因此的产生 岛孤人也孤啊 对 孤魂嘛 怎么说孤魂 因为我刚才讲当地居民被误杀 第一个我们讲一个故事 这是当时在1964年 就是民国53年的时候呢 根据当地的名字所记载的 历史所记载的 说在马祖的北竿啊 有一个村民 他叫做王诗兴 他带着他六岁的小儿子 叫王李兴 就跑到了一个港口边呢 结果呢 当时他的儿子想睡觉 傍晚一睡 进到了当地的渔船里头去 一睡 睡到醒来的时候 已经天色昏暗了 结果他发现他爸爸 王诗兴不见了 他就很紧张就开始哭 而且呢 边哭还边敲打 港口边的铁门 结果驻守该港口的国军 看到铁门 屏屏飘飘飘的在响 误以为什么 水鬼 水鬼摸上来了 所以才有声音了 所以就朝着内艘船 胖胖胖胖胖胖 直接开火了 开火了 那我刚刚讲了 睡在里头的是谁 小孩 六岁的小孩啊 结果呢 就这样被误杀了 什么 对 这样就被误杀了 是立岗 这是根据 马祖北竿相智所记载的 这是一起误杀事件 另外呢 在1971年的时候 当时呢 马祖日报曾经记载了一位 战斗英雄 叫做梁毅力 表示他是战功标柄 是 这个故事怎么回事 梁毅力是一个刚下部队的新兵 大概才下部队一个月而已 可是当时呢 他在马祖的东局岛 之前叫东泉 现在叫东局 之前在站岗的时候呢 他发现 凌晨大概三点左右 就来了黑影 摸上岸 他当时心里想 那这应该就是水鬼了 紧张了 所以他就开始 二兵 对 开始喝枪实弹警戒了 拿着武器步枪 是 结果没多久啊 他发现不是一个 随着距离越来越近 他发现是三个 怎么办 没关系 因为他是什么 战斗英雄 他以一挡三 立刻开火 把其中一个给射倒了 然后呢 另外两个呢 对方呢 就回击 用什么回击 用瓦斯枪回击 瓦斯枪 而且呢 他这个瓦斯枪发射的这个 这个弹呢 是毒弹 具有什么呢 这个所谓的这个 有毒气的 对 毒气的 结果呢 就把梁毅力呢 给打昏了 好 后来梁毅力被救醒之后呢 他哑巴了 所以变成说 这整个事件 他被毒气伤到了 只有一个人看到 就他自己 对 所以这整件事情都是他说的 可是呢 当时国防部呢 还是颁了五千块的奖金给他 并且把他塑造成战斗英雄 这个就是所谓的梁毅力事件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 因为当地有很多的人 觉得这件事情有点可疑 因为后来呢 他们把这个岛都给封了 把东菊岛都给封了 都没有查到这 一个被射倒 另外两个 总共三个水鬼的综艺 早都找不到 都没找到 所以就变成是你说的而已 就只有你说 我们常讲抓到人 你生要见人死要见尸嘛 是不是 就会让人家觉得 这会不会是 有可能 有可能啊 是你编撰的 是不是 好 我们再来看看 1972年 当时呢 曾经发生过一个事情 这联合报有记载的 说在农历年前的前几天 当时也是在北干岛 发生一个不幸的事件 什么 一个上等兵柯荣颂他在交接 没想到在交接过程 他竟然被他的学弟给射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那位学弟姓简 这位简姓阿兵哥说 他当时看到他学长上等兵柯荣颂 可是他不晓得 他以为他是水鬼啊 他误认谁水鬼啊 那你知道吗 在无法确定的情况下 你通常就会讲什么 站住口令谁 对 后来这个简姓士兵 在跟检察官 在跟军事检察官讲的时候 他说 他说当时我也不确定 这个上兵柯荣颂有没有回话 我情急之下 我就噼啪开起枪把他打死 太紧张了 子弹就打出去了 对 好啦 那这是不是就是一个误杀事件 对不对 好有人就讲 为什么会有这些误杀传出 因为他们说 第一他们想要真功 第二也许想要真奖金 第三还有一个就是 我们都晓得抽中金马奖 在那个年代 你想要未婚的情况下 你想要回台湾 南上加南 等你拿到退武林才回得来 可是你杀了一个水鬼 你可能就会争取到大功 就有机会 能够回到台湾本岛来 所以有人就讲 是不是有人想放假想疯了 所以才不小心 不曉得是紧张 还是为了要放假 或者是为了奖金 而误杀了很多当地的居民 甚至还有一说 说他们有些人 当时在那边当兵的条件比较差 所以他们就会开枪 射放山猪跟放山鸡 射山猪跟山鸡干嘛 吃啊 不是拿来练子枪法的 对啊 可是你枪爆弹要是有管制的嘛 你少了子弹要问啊 就说 没有 我以为那个猪是水鬼 我就啪啪把它射一射了这样子 那最后大家就把猪仔来吃 所以你就会发现 抓水鬼抓水鬼 猪对射杀 可是却有很多的冤魂葬于我们的枪下 在那风声鹤唳的年代啊 这看到的猪看到的鸡啊 都把它当作是水鬼了 在这外岛上面呢 冤魂还真的是蛮多的 但是呢 时空背景的转移之下 这摸哨的状况来说呢 开始有所转变了 水鬼跟水鬼之间 怎么样来建立一个良好的默契啊 对啊 立冈 时代不一样啊 民国八十年以后 像中博刚刚讲的 这个诡决的情势 真的有变化 这个岛 在金门大金外面 我们且不说它是什么岛 整个岛你知道多少人吗 多少 一个班 只有一个班啊 12个人而已 这么少的人守这么样一个岛 就少守这么样一个岛 那如果来了两个班的人上去 那这些人全部被磨光了 就再见了 你知道吗 好 那这么小的一个岛 你知道 孕捕船一个月来两趟 最多来两趟 所以你要吃新鲜蔬果的话 你就是只要等两趟 对不对 所以我也在马祖当的兵 我跟你讲 我那时候也是马祖日报记者 就很希望送什么新鲜蔬果来 不然的话 你要送小鱼辣椒的那个罐头来 对不对 至少有个小鱼辣椒配饭吃 对 换换口味嘛 不能一天到晚吃那个糙米 我告诉你 这还是觉得很无聊 棉被不用折 你每天不是要折豆腐干吗 对 不管在哪里都要折 对不对 这个岛上不用折 岛上不用折 不用折 而且我跟你讲 你没事你知道吗 海鸟很多 拿了武器步枪也没有 砰 打海鸟 练枪法 哎哟 一样 跟中博讲的一样 打来吃吃看 可是很乏味啊 真难吃 那个海鸟我跟你讲 煮熟了都很难吃 好吧 这么无聊的生活 你还在想说 那个时候 还没有完全两岸紧张 情势还没解除呢 还是有大陆的水鬼 会摸过来的 所以每到夜黑风高时 你们就紧张了 对 可是 这个十二人住手的小岛 竟然发生了一个趣事 就是在一个晚上的时候 突然你要知道 一个岛只有十二个人 十任何人的脚步声 阿兵哥都听得出来 对不对 对 在他们刚刚那个岛的一个 比较高的地方 有个小小的灯塔 你知道吗 约两层楼房高 突然有一天晚上 站哨的阿兵哥突然听到 底下突然有人 唧唧唧唧唧唧 然后竟然有火光 忽明忽灭 当然第一句话 暂住口令 对不对 本来要讲暂住口令 那个冲动还没叫出来的时候 对方就直接说 有没有烟 什么 有没有烟 这个 这是口令吗 这也不是闽南话 也不是国语 就是有带着大陆的 枪吊那个声音 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 阿兵哥就很警觉 他说香烟没有 手榴弹有 要不要 不要这样 对方回答 我也是出来出任务 不然我们来换 那我们这边阿兵哥 不知道怎么回答 你知不知道 结果这个水鬼 放了一包中华烟 放了以后就走了 放了一包香烟 放了一包香烟 就走掉了 就这样 水鬼就离开了 就离开了 然后十几个阿兵哥 也不知道怎么 好 大家一人一根就抽完了 普通 原来交流就从一包香烟开始 从这样开始 大家这样听了觉得 我半信半疑 我告诉各位 这是真实故事 放一包之后 这个开始的交流 就源源不绝了 第二天 我们放了一包长寿给他 第三天他们过来拿 第四天 他们又换了 换了别的品牌的香烟 然后就这样换来换去 换了一个月的结果是 大陆烟真难抽 很难抽 你知道吗 很难抽 他们就拿了一条来摆 一条来摆 那我们只放了三包 代表你的烟很难抽 大陆人 他什么话都没有讲 我们这边的兵也没有讲话 都没有讲话 两边都在默默进行之中 最后 对方拿九根烟一起来换你一条长寿烟 所以这种完全不经过言语交流的方式 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交接给 后一天的新兵来驻守 这个默默的交流 不经过言语 总共有一年多之久 后来一直到什么 一直到两岸的局势缓和 水鬼不再摸哨之后就结束了 原来前线的风声鹤唳的状况怎么改善呢 用了香烟整个前线的状况 就开始有所改变了 但是我们再说到水鬼摸哨的时代 水鬼上了岸有时候太平无事 但是有些水鬼上了岸 连一整个连的人全部都被摸哨给摸掉了 所以在这外岛有一个无头部队 虽然摸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但是回想起来还是非常恐怖 这个在民国58年在小金门 清齐村这个地方 有一个连叫做南山连 根据当地人说 这个就是所谓金门 甚至在台湾这个地区 最多流传的一个部队叫做无头部队 为什么会讲这么恐怖呢 因为据当地的齐老说 有一年有一个他就是专门在收 部队里面的清洗衣服的一个老阿伯 他说有一天他就到这个 所谓南山连住房的这个地方 要去像每天要去收衣服 就很正常 结果那天早上他进去的时候 卫兵怎么不在 后又进去里面 因为他们都住在坑道 坑道里面一看 怎么都没有人 结果他在往更里面看的时候 有一个情景让他下到了 不是部队移房 不是 所有人都在 这个一百多个帘的阿兵哥都在 但是全部倒在雪坡当中 所以整连的人全部被水鬼给歼灭掉了 这个齐老阿水伯说 这个画面他永远都难忘 因为所有人倒在雪坡 而且左边的耳朵都被割掉了 因为所谓这个很明显就是被水鬼 对岸的水鬼给摸掉了 而且就是要割下耳朵走 好 那这个传说呢 之后结束之后传说就开始出来了 因为每到半夜说附近这个 清齐村的村民都会听到 怎么好像都有这个 部队在演训的声音 就是立正 然后向左转 响右转 然后这样一直踏步的声音 甚至还会有练刺枪术 也就是向左前景图词刺 什么什么回旋图词刺这种 所以在夜深人静时候 居然听到部队在训练 这很恐怖 但是实际上并没有部队 在当时的这个附近 清齐村的村民都听到 就是说半夜都有听到这个 这个部队在演训的声音 那当然吓坏了 根据传说 在当时部队的长官 还请了法师去 去想要去这个化解一下 就后来跟都没有用 而且根据法师的说法是 这些部队这个连上的人觉得说 他们当时没有守住失职了 所以整个部队要重新训练 才能够这个重新把他们的任务 来演训一次 所以不肯离去 那这个故事这么恐怖的之下 后来就连续了 这个一直持续了半年 都没有新的部队进驻在这边 因为这样的 每天晚上这样子的 这个三天两头 就可以听到这样的部队 而且有一次这个阿水伯 就刚刚我讲这个齐老 他还偷偷的去现场 跟村民比较大胆 到现场去看的时候 发现 哇 这些人在练 不只只有声音 还真的看到有 好像没有头 然后有绿色的火光 这样在那边演练 哇 吓死了 这个事情持续了半年之后 一直误解 结果根据当地这个谣传 就是大家一直在说 真假我们不知道 但是最多谣传是 后来听说当时的蒋正正总统 也就是蒋公 到现场去巡视的时候 就很生气的骂司令官 说这个地方怎么没有人助手 怎么没有部队 就这个司令官吞吞吐吐 金房部司令官吞吞吐 就说出了这个原委 就说因为这里 后来这不太平静 他说怎么有这种事情呢 不过他也很感动 所以他决定当天就把他 要来亲自去见证这个事情 并且来劝他们 结果果然当天晚上 说到一点的时候 一样就听到了训练部队的声音 当场蒋中正总统就走过去 这个是传说 传说就真的 部队就马上集合了 结果有人喊立正 然后就向蒋公 就蒋中正总统敬礼 然后结果蒋中正总统 现场就跟他们说 你们已经任务解除了 不用在这个地方继续徘徊了 后来所有的人才开始就消失不见 当然这个是真是假不知道 不过在当时可见 水鬼对于这个当地军队 还有人心的影响 是非常非常深的 在当时国共对抗的时代 在外岛地区 每天的整个战场的这种 紧张的压力之下 相对的就会产生了一些误设 或者是误伤的事件 但是水鬼摸哨的时代 这也是一个战略的战法 但是说到战略的战法 就一定要提到河南花园 河口村的一个决堤案了 这个决堤案是一个战法 但是这个决堤案 这种决堤事件是有很大的关系 为什么要花园口决堤 原因是在于 813松户会战完了 徐州会战 徐州会战完了 好 就撤退 这个时候日本军从平津一带 他希望沿着平汉路过来 所以他部队是要游飞往南 然后由东向西在武汉会师 那当时候蒋介石的考虑说 一旦武汉会师的话 整个中国的东南半壁的后路 全部都被日军决断 为了避免他们在武汉会师 结果呢 蒋介石就听信了复兴社邓文怡 邓文怡他们向蒋介石报告 说干脆花园口决堤 那花园口决堤 一旦决堤以后 因为黄河的水是不多的 他泥沙很多 所以他在这个地方决堤的时候 他影响了山东 安徽 江苏 河南 这几个地方 这四个省份 大概有130多万人民 130多万人民开始流离 可是他淹死了日本军多少 7400多人 什么 日本军才死了7400多人 7400多人 他的确他辞职了日军的行动 但是他没有想到 这个黄泛区形成了以后 纵然蒋介石他胜利了 纵然蒋介石胜利了 那蒋介石胜利 他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就是耳后抗日战争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 以后就发生了一件什么样的事 就是黄泛区之战 黄泛区之战就是 无论是黄伯涛也好 无论是邱清泉 第五军也好 第七十四军也好 通通都没有办法阻绝中国 中共的三野跟四野 就是邓小平跟树域的部队 他们的集结 他们集结的话 就顺着黄泛区一路往东 往东是到了哪边 就是现在的徐州的上方 叫做安徽的树县 往东的上方 徐州的上方是连云 就是东海 他往东海的时候 刚刚好 就把黄伯涛的部队全部的 怎么样 歼灭 全部歼灭了以后 那无论是邱清泉 孙元良 还有其他的部队 所以就是收缩到徐州 徐州的话 耳后就变成了 叫做徐邦会战 徐邦会战之所以 一败涂地 真正的关键 就在花园口 那对于 花园口 决题是这样 在邓文宇晚年的时候 我曾经访问过他 他就讲 好 他就讲 一百三十多万人通通死掉 各位晓不晓得 他们怎么死的 他们是活活给二死的 不是被水淹死 被水淹死 大概三四十万而已 活活二死的 将近九十多万 那将近九十多万 这就是注定了 就是为什么中原大地的地区 蒋介石那么 那些人民 为什么那么痛恨蒋介石 也那么痛恨汤恩伯的关键 就在花园口 决题事件的发生的那一天开始 而后 蒋介石纵然抗日战争胜利 但是他在中原 甚至于平津 这两场跟河南都有地缘关系的战争 他的失败 一切都是从花园口 决题事件开始说起 这也促成了蒋世 他为什么在晚年的时候 他在日记写道 他说就是因为他要阻决日军 而他造成的森林涂炭 所以他到了台湾 一个战法的策略错误 造成的人民的死伤 可是非常的惨重 虽然在这个战场上面 你可能局部性的获得胜利 但是人民大量的死亡 对你是件好事吗 其实并不是 但是在战法的应用上面 从战国时代一直到三国时代 最常用的是什么 围城 这要讲到的 就在1948年时候 国共内战的时候 也有一个围城的战略出现了 这个地点发生在长春围城战 没错 立冈 而且这个真的是史上 可以算是国共内战史上 非常非常惨烈的一个惨案 为什么呢 长春围城六个月死了多少人 你知道吗 死了平民30万人 平民就死了30万 30万人 而当时呢 国军是谁呢 是震动国将军呢 在把守长春 那当时国军打到这边来的时候 那因为如果 共产党 中共当时的军力 跟他硬碰硬的话 不见得会有胜算 所以中共采取什么呢 围点打圆 他把你跟铁桶阵一样 团团的把长春呢 全部给围起来 不让任何一只苍蝇 飞进去就对了啦 也就是说我把你整个封死了 我让食物让水什么都进不去 对 没错 你最后一定是断粮 当时解放军的指挥官是林彪 林彪讲了一句话 要让长春成为死臣 为什么呢 就是我要围到你里面的人 就是要让你的国军 让国军跟当地的百姓 来抢粮食吃 我不会让外面粮食进来 你们里面的也别想出去 那里面的出来呢 百姓 我绝对不会让你任何的百姓走出来 那只会让谁出来呢 带枪的可以走出来 带枪的可以走 也就是国军官兵如果要投降 你可以出来 如果要投降的话才能出来 但是百姓 抱歉你生病了 你怎么样了 我就是不让你任何的百姓 过了我这一关 也就是把百姓围在里面 但是在战阀上面使用这种百姓 是非常残暴的 没错 非常非常的残酷 而且呢 其实呢 当时因为两军对峙 大家都想打赢这场战争 结果造成什么状况呢 城内缺粮 对不对 米价升高 那人民买不起米 米买完了 那怎么办呢 结果国军呢 就只要挨家挨户的怎么样 去搜粮 今天比如戴笠杠你在家里面 我是国军 我就把你家门打开 戴笠杠你家里还有多少米 啪啪啪啪啪米就带走了 什么 把民众的粮食都拿走了 那民众怎么活下去 恶性循环嘛 民众没有粮食了怎么办呢 只好载路上的野狗吃 然后挖什么呢 挖草根 挖树皮 挖任何你看到能够吃的东西 就算像树皮像草那种吃下去肚子会痛的 还是得吃 为什么 太饿了 那造成什么状况呢 当时几乎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人饿死 每一家每一户都有人饿死 根据解放军后来打进长春之后 他们的回忆 那么有一个将军呢 他甚至走到怎么样 人民的这个房间的家门口 民众的居家里面 看到里面有人在煮肉 但是他就想说你在煮什么肉 他说我在煮大腿肉 结果不相信 一看 两只人的大腿就摆在里面煮 什么 这么残忍 那当时解放军将军不相信 他说你煮的不会是狗肉吧 那民众就跟他讲说 你去外面看看 哪里还有狗 一只狗都没有了 怎么可能还有狗呢 所以当时所有长春居民 他们问候的话语变什么呢 你家还有几口人 就好像今天立冈 我们如果面对面的时候 我今天看到你打招呼 立冈你吃饱了没啊 对不对 当时长春问候语变成什么 你家还有几口人 因为每一家都有人死亡 所以长春围城战在两军对峙 当然最后震动国在被围困 六个月之后 因为真的缺粮 然后什么都缺 后勤补给完全进不来 所以他投降了 但是因为你知道震动国将军 事实上他就是一个 非常忠贞的一个将军 他也希望能够保全整个长春 所以最后他是被迫来投降 解放军虽然拿下了长春 但是毕竟死了30万人 这在国共内战史上 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令人鼻酸的悲剧 战场上面的残酷 战场上面的现实 可以看到的是许许多多的百姓 森林图腾 但是在战场上面是这样的结果 可是你记得昨天我们有提到兰可儿 这位华裔的加拿大的女学生 她到了洛杉矶 结果在这塞希尔饭店失踪了 今天我们要告诉你一个是悲惨的消息 因为LAPD也就是洛杉矶的警方 已经找到她了 但是找到的地点 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 对 昨天呢我们在龙卷峰里面 公布的这个VCR画面 观众朋友看了一定都觉得 兰可儿在生前的最后身影 透露着一股邪 对不对 在电梯里面很军恐 可是又不知道她到底在跟谁对话 而且奇怪的是 LAPD警方为什么 到现在都不肯公布 电梯外走廊的画面呢 难道这个酒店 就只有电梯里面有监视器 那个走廊都没有前程器吗 在现代怎么可能 好 这所有人觉得 他的举动怪异 警方侦办的方向也很奇怪的时候 现在一个更奇怪的事情出现了 兰可儿找到了 而且很遗憾的 他已经去世了 他被发现城市在哪呢 就是这间酒店 刚刚你看到 他那个电梯是在四楼 对 现在你看到是在十四楼 屋顶 来 十四楼的屋顶 你看到 观众朋友 在正中间 是不是有看到四个水塔 而很多的警察在警察 对 拉了封锁线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你看到那个 有沒有 消防人员 烘拍画面很清楚 爬上爬 爬上爬下 那个水塔 就是兰可儿城市的地方 观众朋友 我跟各位讲一件事情 我们跑社会新闻都很清楚 这个人他要怎么进来 那你一定要什么 你一定要能够突破 他的一些门 或者是什么 这个水塔也会上锁 对不对 我告诉你 屋顶上一定会上锁的 十四楼有上锁 有上锁 他怎么进去的 对 他怎么到里面的 不知道 好 那水塔是没有上锁 好 然后这个事情 现在公布之后 大家就开始在讲 就说这个饭店 真的是透露着一股邪 怎么样的邪呢 你看这个水塔一共有四个 然后兰可儿消失的楼层是四楼 然后这栋饭店的总楼层是十四楼 四四四四四 哇 站在我们亚洲人的立场来讲 听起来就觉得非常的不吉利 好 那现在兰可儿被找到了 大家都会讲 他到底是不小心失足落水 掉进去的呢 还是他是被人家谋杀的呢 因为我们在电梯的这个画面 可以看得出来 兰可儿当时受到惊慌失措 在电梯门口 好像有在跟人对话嘛 对 如果那真的是个人 如果那真的是个歹徒 拿着枪威胁他 或是拿着刀威胁他的话 那么是不是很有可能 这个人与歹徒 就可能是谋害他的对象 但是我刚刚讲了 你在走廊上的画面 你洛杉矶警方 你为什么不肯公布呢 我也觉得很奇怪 以我自己跑社会新闻的角度 我觉得非常的奇怪 好 但是也有人讲 搞不好这整个事件里头 都是一股超自然的力量 有人讲说 兰可儿根本就是撞邪 对啊 你看这个水塔 要爬到上面不容易 这个水塔 你要一个人能够 只要扶着另外一个人 爬到水塔 再把它气势到里面的话 这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重点你看看 这个口才这么小的一个口 兰可儿除非他自己跳进去 要不然 你要一个人 爬着这个垂直的楼梯 把兰可儿搬到里面 对 我跟你讲 立刚 如果今天这是一个凶杀案的话 很简单嘛 反走过必留下痕迹 你歹徒今天从四楼 把他假设你是持枪 压着他 然后一直走到14楼 请问这过程 难道不会被监视器拍到吗 对啊 那这个洛杉矶警方 只要把监视器画面一公布 大概也就知道歹徒是谁了嘛 没有 没有 好 那如果是他自己走的 那请问他自己走 这个走过的画面 是不是也可以公布出来 让我们想到 让我们去看到 他到底是自己走 还是被人压着嘛 还有你刚刚讲的 怎么进来 不管是有人弃尸也好 或者他自己掉进去也好 这些整个过程 都让他觉得困难重重 好 那我刚刚讲到 不排除 一个人一开始 就是讲说 搞不好是他撞鞋啊 可能有超自然的力量啊 你知道吗 案发当天的前后 发生了一件很玄妙的事情 什么事情 我刚刚不是讲过 VCR画面中观众朋友看到 那是在四楼消失的 对不对 就在他的下方三楼 住着一个老先生 这个老先生说 在兰可尔搭乘这个电梯的前一天晚上 四楼有巨大声响发生 然后就在兰可尔搭乘这个电梯 之后的后一天 四楼淹水了 怎么这么邪啊 对啊 为什么 前一天有巨大声响 后一天淹水 然后他那天他刚好失踪 所以这种种的一些奇怪的事情 就让我联想到一件 如果今天兰可尔这个案子 也成为悬案 没有办法破的话 他是不是有可能成为 这个21世纪赛希尔酒店的另一宗 黑色大理花悬案呢 看到了这新闻 真是令人感到感伤啊 因为洛杉矶警方 最后找到兰可尔的地点 居然是在赛希尔酒店屋顶上的水塔里面 他已经沉湿在水塔里面了 而发现他的最重要原因是因为 旅店里面的住户 发现这水打开 怎么水流量变小了 所以工作人爬到了屋顶 要检查这水塔的管线 结果发现兰可尔在里面了 但是呢 我们昨天在提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其实呢 有些人就已经在做一些预言了 居然预言成真啦 许许多多的人在网路上面 去来参与这个案子的讨论 当然也有一些预言家 比如说对于易经或是风水 很有研究的专家 他们也想用他们的角度来看 结果在网路上我们可以发现 大家的预言不会差太多 先来看除魔小黑猫 他怎么讲 兰可尔应该已经死了 凶手是什么 是身材中等 有小肚男的白人 他现在是这样子讲 再来看 有一位叫运来大师 他说 若不是被关在地下室里面 他就是已经遭到不测了 这个结果是跟前面一位是一样的 但是他的预言也是一样 这个高大的白人 可是这件事情 并不是超自然现象 这个运来大师他是这样认为 另外一位尚一峰 他也认为 影片非常安静 以我们的角度来看 没有任何超自然的事件 也没有超自然的现象 所以他说这个人 很可能兰可尔 也已经不在世上 这是大家就是一些预言家 跟一些懂得风水人的看法 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各位观众 这是我们中天电视的唯一的独家揭秘 请看这个网友的留言 兰可尔快 在顶楼生命迹象已经很微弱了 好大家看到这边的话 会想说他怎么知道兰可尔在顶楼 可能是这个网友 夏哈拉的 事后诸葛嘛 对 事后诸葛 你还在怀疑他的时候 他补了一句 在顶楼的水箱 也就是在水塔里 好 你说这个人 看到警方的报案记录 当然可以诸葛一下 对不对 我们就来看重点在这里了 重点 PO文时间 2013年2月19号 也就昨天下午的3点54分 昨天下午 等一下 昨天下午的时候 美国警方还没有找到兰可尔 还没有 都没有找到 他接下来赶快在十几分钟之后 再补了一个 4点15分 好 现在我给各位解答 因为美国时间一定比台北时间 慢16个钟头 地球向东转 对不对 慢16个钟头 也就是美国警方 他发现兰可尔在水塔里面的尸体的时间是 今天早上的凌晨4点 也就是2013年2月20号的凌晨4点 那为什么这个网友 这个没有具名的网友 竟然可以在昨天下午的3点54分 告诉你 就在顶楼的水塔里面 这是我们中天制作小组 在千千万万封的网路留言里面发现的 所以我们现在有一个新的结论 就像刚刚中博讲的 为什么LAPD警方不公布走廊上的画面 是不是这个人 他很有可能就是凶手 他可能是华裔美人 这些在在都让人家透露着不寻常的玄机 LAPD落成警方 是不是现在就应该要着手 赶快去找出这个网友的真实身份呢 可怜的兰可儿找到了 但是最伤心的就是他的父母亲了 你家里面有没有镜子 你看一看是不是古董镜 要小心喔 有些古董镜会灵体附身呢 休息一下来告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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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